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来到《生命记》第29章 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摩西跟以色列人在摩亚这个地方 与他们再次的重申 上帝愿意与以色列人来立约 当然那一个的基础就是之前讲的那种的律法的框架 遵行上帝的话语 他们将会承受祝福 然而如果说悲逆上帝 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也要承受那种的代价 因此摩西在这里再次的跟以色列人表明 而这一段的公开的论述 是在《生命记》当中 最后一段摩西公开向着以色列百姓 所讲论的一篇的讲道或者讲章 或者这一个的鼓励的话语 那他的对象 这个重申立约的对象是谁呢 经文告诉我们基本上就是当时候所有的人 以色列人 男人 包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 包括他们当中的这一些的仆人 因为经文说到替他们挑水的人 上帝要与他们全主的人来立约 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怜悯要领到不单单是以色列人 也包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一些的外族人 上帝要与他们立约 那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 那个立约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见在第13节 上帝说 这一个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子民 而上帝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神 其实这是那一个立约的内容 上帝肯定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上帝拣选他们 上帝拯救他们 甚至上帝创造他们 还是在这个约当中 上帝重申这个的事实 而上帝的要这些的以色列人 也尊上帝为他们的主 他们的神 独立的主宰 而上帝要带领他们 像带领自己的百姓一般的 来去带领他们 中间的经文 其实有一些的内容 也是在重复之前 谈到这个祝福跟咒诅的那一种的段落 上帝要跟以色列人 不单单是现在站在面前的 也要跟他们世世代代代 来历这个约 神他永远不会撇弃这一般的百姓 经文来到第29节 29节这一段的经文 可能是我们常常有引述的一段的话 那段经文讲说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 唯要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这一段的经文在这边 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呢 那他的内容或者说他的意涵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基本上可以有两个角度来做解释 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 第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叫做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 这里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犯罪 会惹动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恼恨等等 特别在第28节 这个的怒气这个字三次出现 怒气 愤怒 大恼恨 对吗 三次出现 所以 这里谈的这个隐秘的事有可能是指向以色列人在隐秘处当中犯罪 以为没有人知道 但是经文说隐秘出的事也是属于耶和华的 神会明白 神会查看 神会看人的内心 神会去监察人有没有撒谎 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 而明显的事 显明的事 那是指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律法是清楚的 因此人没有办法 不能够说 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 因此就犯了这些隐秘的事 隐秘的罪 那是说不通的 因此这是其中一个解释 谈到以色列百姓要弄清楚这一点 神的话语 神的律法是清晰的 以色列人就要在当中好好的去遵守 做父母的要教导下一代 在他们当中做领袖 做长老的 要去教导百姓 来去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 做祭司 做立位人的 也要去教导这些上帝的子民 怎么样遵行神的道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呢 第二个解释是 这一个隐秘的事 我们可以把它指向 上帝拣选人的奥秘 当上帝重新与这一个百姓立约的时候 来到第二十九节这边就告诉他们说 他们可能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 他们可能不明白神的拣选的奥秘 那个准神在哪里 这是属于上帝的 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拣选了他们 那显明的事是什么呢 显明的事是我们的责任 那个是清楚的 律法的责任 那是清楚的 我们不必去追问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 我们不必去追问为什么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奥秘 临到我们 但是 我们要去负上 那个清楚的责任 那是神 清楚要去指引上帝的百姓 所以隐秘的事属于于和华 而显明的事 是属于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子民 那弟兄姐妹 我想这两点我们都可以有一些的反思 这两个的解释 我觉得都合理在上下文来看 对我们来讲 今天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暗中做的事情 上帝不晓得 上帝不知道 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可能可以在某一段的时间里面 欺瞒某一些的人 但是 我们不能够欺哄上帝 我们不能够欺骗上帝 隐秘的事 神也要监察 而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圣经老早就赐给我们 上帝的教会 牧者传道 主长 教会的领袖 教导我们明白祂的话语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推淌说 我们不明白神的道 另外一个解释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的 有些时候一些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必去推敲 为什么这样子事情发生 比如说 新冠状肺炎的蔓延在这一年来 那我们不需要去推敲 为什么这事情发生 发生在我们当中 引起很多的不方便 这些的推敲到最后仍然是 可能到最后还是一个奥秘 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什么是明显的 上帝要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处境 我们的信心仍然要紧紧在祂那一边 我们仍然要信靠祂 我们仍然要敬拜祂 我们仍然要爱弟兄 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要侍奉神 仍然要把握机会传福音 而这是明显 这是显明的事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好不好 让我们继续在 让引力的事归给神 让我们在明显的事情 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努力的去耕耘 为上帝的国度的缘故 因为神把祂的恩典 继续地赐下给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祢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 祢是那位爱我们信实守约的神 主啊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承认 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知道 但神 祢那一些 在我们生命当中 已经显明了 是祢的心意 是祢的作为 是祢的话语 帮助我们好好的遵行 赦免我们在暗中 所犯的罪 主啊 让我们回到祢面前 我们能够再次 对祢来使用 祢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